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悲惨 我基本就没怎么仔细 咱们俩好多地方很瞎像 你知道吗 虽然我还比你大几岁 我们小时候春节留在我记忆中的 你知道那是一种布 就是蓝色的 蓝的就在灯光下 蓝的都发绿 你知道吗 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兄弟几个放完了鞭炮就睡觉 每年都一样 醒来枕头旁边 妈妈就把这个做一套 一年就做这一套新衣服 其实就是类似有点像中山装 那算中山装吗 蓝衣 蓝裤子 那种布叫迪卡 还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蓝的 蓝的 泛蓝的一种布 留在我童年过年的印象 就是喜欢那个感觉 穿上新衣服 里边还套着棉裤 还有点硬 还有点硬 这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小时候过年都在台湾 你台湾 台湾那时候水深火热 没这样的新衣服吗 怎么可能啊 因为我们天天新衣服 但我那时候过年 印象最深就放炮 因为现在香港比较惨 我们知道在香港是不让放炮 法律规定 但我小时候就放各种这样的炮 然后我记得我家后面 是台湾的宪兵学校 就宪兵 台湾的宪兵 就都在那个学校出来 那是军校 然后我们小孩呢 放炮呢 有一种炮 我不知道北京叫什么 我们叫冲天炮 就是一点就像火箭一样 射出去 一响两响 一响两响 一响还是两响 一响 酸天猴 酸天猴 我们那个河北那边叫起货 起货 我都不认为 至今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二货就崩着起来了 起来的东西 起来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呢就找一堆那个 然后就对准那个宪兵学校 发射 然后呢 总有人出来骂 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厉害 攻打这个宪兵了 台湾是怎么 台北是怎么骂街的 骂街啊 不是 他出来骂嘛 就比如说北京话 我知道怎么骂 那也 其实翻译出来意思是一样 那宪兵出来就搜寻一回 宪兵也会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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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沙小 这个咱们一样 我们小时候也是开过站 就把那个奇幻 对 那个东西架在砖头上 对人家楼 对人家家嘛 就打过去 过年不都 我们有闪光雷 北京是闪光雷 一般九响啊 什么十六响 闪光雷是什么 闪光雷呢 他是连发的 他是连发的 所以说那个威力比较大 就不是一响的 哎 你说前几年 我们这个 就还是我们公司 一个一个领导 就要不说你说 该信不该信 他们有人说 就说 比如说有人算 你有血光之灾 甚至有人说呀 要是年三十过去 你这身上还没碰坏 什么的 甚至有的人迷信到抽管血 这就算血光了吗 血光 他就是 给人算 就是今年有血光之灾 但是什么都没事都没有 就是大年三十晚上 快到零点出去放 他们放那个巨大的那种 那种炮啊 对 那一群人在那放 那个炮啊 点着了之后 突然倒了 就找到 所有人看得清清楚 他撒腿就跑 那个炮就追着他呀 然后你知道神到什么程度啊 他过了一年上班 就在这贴 他跑啊 他跑 你看他回头看了一眼 你说能这么 没逃过这个血光之灾 就是大年三十 但你说到在北京 我想起来 因为我后来有几年 在河北过年 因为我老家 回河北乡下里的过年 我那时候印象最深是什么 那时候是90年代头 很多地方政府还要呼吁 不要形成炮事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 我当时还不知道 什么叫炮事 后来我发现 原来农村地区很流行 过年的时候 卖炮的人 卖炮 会串成一个市场 就一摊摊都是卖炮的 然后呢 这个叫炮事 为什么叫不要形成炮事呢 我亲眼见证过一回 他那个还特逗 我觉得就村子里头 不是很多大坑吗 那大坑冬天了 水都干了 他卖炮的人 还都跑到那个坑里头 二三是来当卖炮的 聚在一个大坑 结果就有一个小孩 一下完放炮炸了 一摊摊接着炸过来 但是那是个大坑 你往上跑不好跑 很多人就这么炸伤 还真有这样的事 我觉得这怎么卖炮 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比如说像湖南 有刘洋河 那个一直做鞭炮 好像是隔三差五就会出事 所以风险还是很高 很高 你说这些年过年 我就是觉得 怎么说 因为我们家老碰见一些事 有时候你就放炮 我每年 我们兄弟三个 过去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每年过年 三个兄弟就放炮 但是你看 从我们家 你就看出一年年这个变化 现在每年 我还是买一大箱 就一车 我就运回去 可是开始 你心里的坏事多 就是想挡的事多 然后我记得 开始是我爸爸妈妈就下来 看我们兄弟三个放炮 再过两年 他们不下来 我妈妈不下来 然后我爸爸下来了 然后再过两年 我爸爸也不下来了 到现在 我哥哥 我弟弟都不下来了 就是一个人带这车炮回去 不是 他们的孩子 也不放炮了 我让他们放炮 孩子不放炮 看手机 看手机什么的 就是 就是就慢慢不行了 我就小孩现在不玩放炮 就是啊 就是我的侄子们 他们对放炮没兴趣 过年还看手机 是啊 我觉得中国人看手机 看的一个程度 真的让我挺惊讶 就是我前阵子出国旅行 那么有一段时间 是跟一群中国的团客一起 就旅行团 一帮 其实大家都很好 谈得很开心 但有一个行为 是我一直都 我能够后来能理解 但是我做不到 是怎么回事 比如大家到一个饭馆 先拿出手机 他还不止这样 你说到了国外 到了国外呢 那么一桌一桌 大家做好了 桌上总得放张卡 就写了这个餐厅的 Wi-Fi密码 是什么 那平常出国吃饭 人家不会有这个东西 那就是为了照顾中国客人 然后我一开始还很惊讶 放着这是贵国的习惯吗 不是 这是贵国的习惯 找这跟找爹妈似的 找组织一样 找组织 然后一坐下来 还真的是立马 人人就开始上网 我现在觉得很惊讶 就比如说北京 有时候朋友吃饭 就吃着饭 就大家不是看着对面 都是看着低头 看手机 那干嘛呢 就是手机控制人类 现在就都是 所有的人都是低头 看着 但这个问题是中国人比较严重 你比如说在海外比较少 包括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挺奇怪的 你说大家约个吃饭 好久没见面了 看手机的时间 如果多于大家互相 彼此这个双目对视的时间 那干嘛呢 那干嘛 去吃饭 自己吃自己的 就是啊 我也是搞不懂 然后真的是 而且我发现吃饭的时候 大伙就是你觉得这个人 在你对面 他老弟都看手机 你会觉得他好像同时在这 又同时在另一个地方 就魂不守舍 像你这种 你的微博粉丝那么多 你不得也是天天随时随地的弄这个玩意吗 我还好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 比如刚才说的 大家既然去吃饭了 那就是为了两个人花点时间 我这基本来讲 手机除了他响 现在也基本不响的 我就扔在包里 基本都不拿出来 第二呢 如果要真是看这些散碎的东西 微博也好 微信也好 你一天什么都不用干 就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这太浪费了 所以我的办法呢 就限制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把自己身体呢 就当成狗一样训练 这个很规律 起来 比如我一般都是八点以前起来 起来上洗手间 就是开始进行排便活动 排便的时候 开始看这个手机 但有一个好处呢 是你排便你也坚持不了太长 哪怕你没有变异了 但是你腿也坐不住了 你起来就很 我做不可以 你起来不麻吗 就起不来了 所以 两个小时有时候 所以我会麻 所以最多也就看20分钟 15分钟 就这一天 很规律 一天就这么点 差不多这点时间 很规律 所以你看吧 像大家这么做的话 你刚刚讲到过年了 过年是什么 过年传统意义上讲 一家人亲友团聚 但现在这个团聚 如果团聚在一起 过年我觉得是最核心 最不应该老看手机的时候 是的 起码头一两天 就是应该跟着家人 因为尤其中国人 现在四处飘荡 比如说到北京打工的时候 都回家里头了 这时候你就好好看着你爹妈 但这时候还在看手机 回家过年的整个意义 就全变了 他从一个角度说 这些网站也好 这些网上能有的内容也好 他是拼命 把自己变得很有趣 好像看着是比你爹妈有趣 就比你爹妈这张脸有趣 这是他工作 要不然他没钱挣 第二 人现在也会 因为长期看这些东西 你变得就像吃味精多了的菜 你慢慢对一些很平淡的东西 你心里会产生一种 这种抑郁感 对 就是有时候过年的时候 跟父母吃食 你可能聊了个半小时 一小时 我还刻意去问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 我的兄弟姐妹 已经觉得很无聊了 那些小孩就更觉得无聊了 对 他没有兴趣说 爷爷奶人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 他怎么花时间 对吧 他最近种的花怎么样 就是没好奇心了 对别人的好奇心 没有对手机的好奇心大 对 手机是往你惯 就是他拿一种标题档 也懂的 就像往你惯 让你产生 对说OK 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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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老觉得 就像原来咱们 为什么人要读书 人为什么要交流 为什么要跟亲人花时间 你要自己培养一点 唤起一点好奇心 我是这么看 多问几个问题 人家怎么生活的 烦不烦 开心不开心 什么地方开心 什么地方烦 对吧 我觉得过年可能还要多 唤起一点过去的这种 对 你看现在那孩子 什么地方烦 不让我玩iPad就烦 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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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节目这小编 很迷冯唐的 这冯唐来做节目 你瞧全是你的文摘 是不是 全是你的文摘 我觉得 我感觉很欣慰 对 有点于老师的状态 不不不 你笑起来 像于老师 你得学习 对好好学习 这个 我觉得他看他一些东西 我倒觉得他有些想法 就是跟我很能相通 比如说择一成而终老 就是说你喜欢 住在什么地方 我原来也是说 我喜欢够复杂的城市 当然我也要闹钟取静 是 是吧 但是呢 好像你比如说 你说真到三亚 现在我有的朋友 都干脆住三亚 我就觉得 好像也单调了些 是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呢 我还是喜欢 就像那个杂文里 择一成是终老 就是还是喜欢 能相对复杂的地方 关键人吧 特别是 可能人跟人不一样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不烦 不烦 不意味着就是说 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人 每天都要做不同的事 而是说 他的丰富程度 一 大到 你有很多选择 不见得去做 但是你想去的时候 他能有 而且不是很麻烦的 就可以获取到 比如说去博物馆 比如说去个古安城 比如说看一个 这个前朝留下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甚至去个机场 然后这个两个小时飞机 能飞到一个地方 我觉得第二呢 有可能还是跟 我原来认为跟年龄关系 现在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第二个 还是要跟自己小时候的东西 相对连的紧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避免老年持来症 我不知道各位 有什么关系 有一种很经典的说法 就是对老年持来症 治愈最明显的 就是他周围 有他早年的生活的痕迹和东西 所以你看国外有一些养老院 有些病房长得很怪 就好像他原来的住家 而且还是倒推了四五十年 六七十年前的住家 老箱子 老典型盒 老收音机 什么之类的 为了就唤醒一些 就是老年持来 你不用用这种眼神看到我 就是人 脑子都会有点萎缩的 过一阵 咱们已经是往下坡路走 脑子这个功能是往下坡路走 你觉得你说这个 让我想起什么 有一个医学的实验 但是当然医学实验 有人说条件太复杂了 所以也有争议 可是他确实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找了一帮老人 就今天的老头 然后给他们生活在 他们是1950年的时候 是他们的青年时代 完全生活在1950年的世界里 报纸照样送 就每天的1950年的报纸 让他们每天一切 就是在小镇上 完全是他 电视 他看不见现在的一切 他有这个对照 于是发现这部分老人 年轻了 种种指标 返老还童 他似乎就是人身体里 有个呼唤 他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了 是的 如果接下去说 就是对于我来讲 所以北京有诸多的不好 甚至雾霾比小时候要严重很多 我就想 为什么我就不走呢 有条件 咱可以去 对吧 海南租个小房 对吧 租这条船 对吧 我前这也在波克利 也住了很久一段 其实也非常山清水秀的 下面一个大学 这个据说是单位面积 就是那个波克利山附近 是得诺贝尔奖金得主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你应该多在那住住 对 我说万一 万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万一 对吧 这个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 但是一回到北京 就闻到那种 一下飞机那种烤肉味 是吧 这种煤灰味 你会觉得 哎呀 好熟悉 就是你会觉得 人忽然变得有活力 至少对于我 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 而且我现在住的地方 还就是小时候生 那附近的 哪 五平方公里 除阳柳嘛 路圈马圈 广去门外 当时就是 你会觉得呢 这么反反复复的 有些异象 这个包括土地 包括这个空气 包括周围的风物 虽然拆了很多 你还是觉得 有护城河 有天坛 有龙瘫湖 等等呢 让你体 反反复复去体会 什么是时间 什么是生命 这生命应该用来干什么 就感觉心里踏实一点 会不会 他这个感觉挺有意思 你看啊 你在北京 我的大部分 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朋友 最后都是南里北京 可是我不知道 这有什么区别 可能我也只是一个个案 你说我从小生活在石家庄 但是 我这么觉得 在我这个人身上 没有什么 这个概念 就是你看 我不认故乡 不认老乡 不认同学 六亲不认 六亲不认 就是说 比如有时候勉强 说实在话 比如说 哪怕当年中学的同学 不是说不好 而是真凑到一起 我会觉得 因为大家生活都不一样了 感兴趣的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们去大学 就爱找老乡 你河北的吗 找老乡 我那个时候 就对这个很陌生 我说 我交朋友是性情之交 咱俩聊得来交朋友 管你是哪的吗 所以比如说 我跟你的心情 我要是住在这个伯克列 我就觉得 我是个那种 乐不思蜀的人 我是在哪待着都懒 都不想去 但是去了哪 就不想回了 就不想回了 你看 就好像我就没有这个根了 他这个很明显 他还是有一个根的这种 我也是 因为我去的地方太多 我小时候 比如说我香港出生 但是台湾长大到十几岁 又回香港 那我 我现在有时候也会 当然我每年 还是会去很多次台北 但是我并不会有 很强烈的觉得 哎呀 我将来得回到这 或者回来之后 好舒服 某种舒适跟亲切感是有 但是我也常常想 就到底什么地方 才是我的家乡 什么地方 因为台湾长大的吗 对啊 但是我也不太觉得 我像台湾人 对 什么地方才是我的故乡 或者什么地方 像你这篇文章解的 我应该住在什么地方 来终老呢 我以前呢 去旅行去去过很多三清水秀的地方 特别小镇啊什么 比如说是一片平原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几个小农舍 觉得哎呀 好舒服 晚上那个星星好明亮 夏天有萤火虫 多好多好 但是后来我想啊 我我起码有一点 跟你们两个选择是相似的 还是想选择住在 稍微复杂的城市 但是也许是城市近郊 就可进可退 是但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想安静 嗯 就我发现啊 你真的住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啊 你不一定有住 心里反而不静 嗯 而且最烦的是什么 我们在如果有农村经验呢 你就知道就是 你去一个很小的地方住下来 你人际关系更复杂 嗯 就是啊 人太少了 嗯 就你你你一个 就认识三个人 周围三个人 就这些人 这三个人恨不得知道 想知道你十八倍的走 没错 没错 而且而且村里头那种人际关系啊 就比如天天串门 东家长西家短 然后每天组合不一样 互相说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复杂 反而在大城市里面 这是大隐隐于是 是 就你什么人都认识 认识一大堆 但是你反而好躲 对 他这个你看我有一个这个这个算是良师益友吧 一个一个画家 你也你也认识刘丹老师啊 他在美国住过好多年 那他最终他还是回北京来画画 哎 我就经常跟他说 我说我就喜欢在外国住 我我说我我我我就怕那我能在纽约住 住几年啊 后来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那儿啊就会觉得特别孤单 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 是 我说我平常挺自闭的 我在北京我也待家里不出门啊 我说所以我觉得那儿没关系 哎 他给我讲一个概念 他说你比如说你在北京 嗯 其实呢 你尽管不出门啊 嗯 但是你知道你熟悉的和你的好友啊 嗯 他们住在不超过十公里以内 促所可 他们在你周围 嗯 你也许不找他们 嗯 但是他们在你周围 是 他说你真到了纽约 那真叫孤悬海外 就是你甚至会有荒凉的感觉 就是在那么样一个城市 你一个人谁跟你都没关系 没错 就像有一个一首诗 我忘了是谁写的了 呃 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朋友 说OK 也不是那人是不是在那自摸 在看黄片呢 我相信 然后你想这傻子在干什么呢 招招手 其实你感觉很温暖 嗯 这个呢 接着往下说呢 我觉得有 有两块 一个呢 就从作家的角度 从小说家角度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 你一个场景 也可能北京变化太快了 在我长大过程 过去这三十年 一个场景 你反反复复走 然后你体会这些变和不变 比如说东三环路 嗯 我原来呃 去八十中上学 就一直骑车 从除阳柳过过霜景 一直到白家庄 然后再骑回来 骑回来 你发现OK 树种上了 死了 然后春天了 柳柳旭 这个柳枝垂下来 正好呢 旁边有一个女同学 跟你一块骑 她大致呢 在那个时间 就在那个街角 这转回来 对吧 头发挺长 就跟柳旭似的 有时候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柳条 跟那头发一块飘 然后你会 你会觉得 在你再骑车过去 那天没有了 你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柳树可能也死了 你会就这些 可能一点意义 都没有的东西 但是你觉得 好像就人来过一趟 我不知道 我有说明 好像还是喜欢 有归属感的 可能是小时候 安全感太少了吧 这种人 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觉得 这种反而是有点意思 我喜欢知道 每一个街角 大概都是一个 什么样的来历 你看你说这个诗 我就想起 我看过这个北岛的 一些东西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给自己一个身份 叫做大概意思是 漂泊者 还是漂灵者 就是他很多年 就在国外这样 游荡 对吧 他好像到最后 他甚至觉得 诗人就应该是 这样游荡着 但是问题是他会到最后还要写城门开 对 就他到最后 他回到北京 对 他还是 就算他回不来 或者怎么样 不回来定居 他还是要把 他小时候长大 认识那个北京 在脑海里面 把他构筑出来 对 你记得就北岛写的 就是他多年之后 回到北京 那个诗 哎呦 我觉得 有感情 所以还是会的 但我跟你 比较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没有太强烈的 故乡的那种牵扯 对 我就觉得我是个 无根的飘瓶 你不能这么见 走入这凉夜 对对对 后面的女人看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当年促使我选择新闻工作 你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 对我起了暗示作用 少飘瓶 没有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过年 你说实话 你还有感觉吗 现在淡一点 但是呢 我就这么说吧 小时候如果给十分 现在的那个年味呢 我自己觉得也就是六分吧 勉强及格 而且我甚至在网上看到 好多人把这个过年呢 当成煎熬 当成负担 就是这一个星期 很多人回家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难受的 这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 就是我说的 家里人之间很可以应该亲近 有些家庭 我特别羡慕 他们怎么老中青三代 在一块就那么开心 但是也有的家庭啊 不是没感情 而是没话讲 对 就是 好像女儿好一些 你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年岁大了 因为你看咱们小时候 见朋友的时候 有好多话要讲啊 什么之类的 现在有时候 建议最好的朋友还好 一般的相对来说 像外围一点的 有时候你 比较容易沉默 就扯淡 对吧 你也不念书了 他也不念书 假设啊 这个说的那些新鲜事 你在网上都看到了 大家 这个餐馆也来过好多次了 可能家里人也有这种问题 你父母都七八十岁了 咱都四五十岁了 回去之后 谈哪些事 你也不可能再谈说 OK 你这早恋问题怎么办呢 对吧 对 现在也不能老说 说这个 你死前还有啥医院 你不知道说啥 就只能是怀旧 怀旧啊 对 跟父母在一起 因为现在有时候 当然过年 有很多时候 很多义务 是 但是你看到家里老人 一年一年老去 是 你开始想 这么能过年 还能有多少回 是 然后这时候就会怀旧起来 没错 我现在是出于这种心情啊 跟我爸爸打听 我就发现他将出 讲出好多 绝对为你不出 健康新概念 这时候他全讲出来 对 原来原来不愿意说的 不好意思说的 现在都说出来了 对 没错 倒了一定时候就来了 到了一定岁数就来 哎 哎 感谢观看